大家好 我是大伟 中医精华有两招 一招就是咱们的甩手功 前两期视频就讲过了 第二招叫踢腿功 那么这个踢腿功又称之为甩腿功 就是说咱们在甩的时候 就把腿上的经络 气血都给甩通了 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人年纪大了以后 很多人的膝关节 矿关节 腰椎都不太好 那么通过咱们的甩腿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拉开咱们关节之间的间隙 促进咱们关节当中的一些 滑液的一些分泌和交换 对我们的关节的保养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你经常甩一甩腿 不仅仅是促进了气血的循环 更重要的是你的筋络也不怕堵 咱们在一甩一踢之间 就可以拉开咱们的肝筋 胃筋 脾筋 以及大腿后侧的珠太阳膀胱筋 这几个筋都可以在甩的时候 充分的伸展开来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这么好的一个动作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那么咱们首先一定要扶着一样东西 比如说我扶着墙 在扶着墙的时候 然后咱们单腿站立 把腿给甩开 腿甩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腿就相当于 它是一个摆中式的运行 你千万不要屈膝 腿膝盖要弯着甩 这就不对了 咱们腿伸直 尽量伸直 放松 去甩开 甩 这样来回的甩 你看我腿往前的时候 是不是拉开了咱们的彭旺筋 对不对 我腿往后一甩的时候 你看脾筋 咱们的胃筋 还有咱们的肝筋胆筋 是不是都能拉开 而且你看在甩的时候 咱们的身体 注意看我的腰胯部 它是做了一个 你看 它是做了一个摆动 来回的摆动 在这样摆动的时候 都是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好的 所以每日甩甩腿 人就不怕老 这个筋络就不怕堵 咱们就甩 每天你就甩一个100下 到200下 一只腿 这边腿甩完了以后 换一遍 坏面一样 扶着墙 来回的甩动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这个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腿踢出去要自然 你速度可以不快 但是你踢出去 一定要自然 踢出去自然 哪怕你这个筋比较紧 你踢不直 也没有关系 你尽量在每一次甩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 我们的筋 有一些伸展的感觉 能感觉到气血 有从脚底穿过的感觉 那么这个动作 你又做到位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让大家一起受益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关注 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 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去看的 谢谢大家